在纽约 大约100万人冒了严寒 在严密的安全警戒中 耐心等待时报广场巨大的水晶球 在午夜钟声敲响时坠落 纽约前任及现任市长都没有到场 来嵌动坠落水晶球的按钮 信下按钮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 索托马约尔 他从小在纽约长大 在伦敦 约十几万人观看在 泰晤士河畔的新年烟火表演 空气中还放入了带有水果味道的雾气 迪拜举办了据称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烟火秀 为创纪录而燃放了40万只烟火 在莫斯科红厂一位市民说 我祝福每个人新年好运平安 没有战争没有冲突 在东京市中心的一个寺庙 敲响了108响钟声 庆祝新年的到来 这108响钟声是一个传统 在佛教中象征着108种人生的苦难和烦恼 2013年东京赢得了 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 我希望2014年 每个日本人都幸福快乐 在悉尼近200万人目睹了 著名的海港大桥 歌剧院上空灿烂夺目的烟花表演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